他们就是拼劲十足 对对SBO的球员来说 大家来到这个更高的一个殿堂上 也希望有球迷的支持 当然希望一个更好的场馆 能够在未来很快地出现 对 当然最好比赛当中 也必须要有好的球馆 去做最后的一个表现 Tandis的出手没碰篮圈 吴戴豪已经在进区的外围 拿到了球 转身挑战篮框游 漂亮的一个第一位 所以他的时间是他的掌握 过去的吴戴豪可能第一时间就投了 但是他会选择 自己的一个投篮的一个机会点 进攻的时候被抓了一个 非法掩护士李起义 起义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对 对 舞台队是蛮伤的 我们看 身上 起义移动他的一个 挡的一个位置 同样一个进攻犯规 抓的是吴戴豪 这完全的 这李起笑得很开心的 李起是最开心的人 对 没错 我这样也犯规 你看你这样也是犯规的 没错 大家一比一抵消了 而且双方各地就下了三次犯规 两个人现在在同样一个 第九点上来继续比赛 外围的是杨哲宇 外围的是杨哲宇 切传李起 李起在防守他 再送给外围的邓安诚 出手的一种 篮板球的增强 裁判抓的是防守犯规 哇 抓伍代豪的好 伍代豪的似犯 对 伍代豪 哇 手都有吹人卡位的动作 这就麻烦了 对东森来说 吴代豪在第三节才开始 一分多钟已经适次犯规 现在靠DT一根在篮下扛 结果又干扰到了Sandes的进攻 杨哲宇 接着上来没有 球跟邓安诚拨出了界外 所以这一波的快攻 也掌握到很好的优势 当然 郁敏可以打得更聪明一点点 因为现在这个赛场上 你要光靠速度 现在大家速度都很快 对 而且年轻的球员 他们的杆料也非常好 所以 对于郁敏来讲 可以多一点点的一个 激凌跳投跟投篮的选择 出场 100球送到禁区 插板进 对 郑敏 郑敏 对 这就是球员需要他们见到 他们全这样做 不论走位移动 创造好的一个机会 也有 哇 这个平板球传得不妙 郑敏为超姐 郑敏现在已经取得一分的领先 DT 在进区 再送出来 东东下园场 带一步之后 中距离投进 所以就是 导敏的一个投篮 真的是高水者 难度非常高 这两天 齐一都有不错的表现 今天又得到了12分 东东拿手 转身找篮筐 到的一张 趟完程 齐一 伸在壶林位置 假动作 保而歇入 有哨音 客人犯规的是邵远潮 所以你看到 到底 楊一峰 楊哲宜 還是採取了 切入了一個動作 事實上來講 這個切入 他事實上 也打得非常的一個靈活 跟靈巧 把握今年賽季罰球 命中率是百分之六十 今天得到五分 三十七比三十七 雙方再度平手 黃寶芝落入到對方的包夾防守 加倫場賽給到Dellbin Thomas 對耶 所以Thomas還是有進去的一個威力 所以其他球員應該把球輪轉到Thomas的身上 去做一個打點 外圍上來的是林中慶 所以打得上來就出手沒有 Thomas又揍到了這個球 再次看東森的進攻 第三節雙方形成了僵局 對 而且 整個一個進去的打法 他們完全的攻勢是集中在於 黎七一跟黎七一的身上 這人為大轉一 黃寶芝 這人為大轉一 阿爾這個球給得不妙 這不是實在 雙方其實已經沒機會了 對 打得太複雜了 他應該是做中途的激平跳什麼 再看偉來的進攻 林中慶也尋求Thomas的一個配合 進去的大轉身 再給到Thomas飛身上來 所以Thomas還是把握住了 因為知道他的靈活度來講 我覺得現在他們就是基本上就是進去的一個對決 當然現在誰能夠去穩得住他們的一個打法上來講 誰能夠持穩的去做進去的打法是很重要的 黎七一送到進去裡面的消圓場 至少黎七一的犯規的話就麻煩了 七一剛才已經有三次犯規了 他第十次犯規 所以七一應該就會被換下去了 跟戴豪的遭遇是蠻類似的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雙方在一個進去的攻守當中 我們可以也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完全是四號球員進去裡面產生的犯規的一次數增加了 戴豪現在只能夠呆坐在板凳上 等待第四節看看能不能有上傳的機會 對 東東兩罰一中 今天其實在罰球線上出手的機會 東森蠻多的 對 而且在進去的攻守也非常的一個淋犀利 比中競賽在罰球線附近空心球 現在是 Hauev 東森這邊傳球又被播出了戒萬 所以黃寶色必須要去了解 如果你的假設要傳給DT的話 你如果用第一時間傳球的話 他可能是追不到的 應該是要做第二次的尋找 也許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楊玉銘三分線的出手投進 玉銘今天的首度得分 對,非常重要的一個三分球的投籃 東森整個上半場在三分外線是很悶的 石頭一中 李宗慶這段時間持球的比例是相當高 對,而且都質疑的要做一對一的單打 球隊是主打他嗎 我想比起一下卷以後 他只好利用運球切入去做自行動作 因為畢竟來講他們現在是 只有Sunders一個大的,其他都是四個小的 來是交給林宗慶,吳永仁 吳玉瑋,對上來的委來列隊的球員呢 攻擊點來說 缺離奇這支也是缺蠻多的 對,而且都是...